对手只能在我的几点动势下惨败 劝你找一颗军跳下去投胎吧赶快 你害怕是因为他的真心话坦率 身上没有力气怎么配当大反派 你以为表演过和拆掉的行为这样就会帅 但其实没人会给你这个反顾再一点Respite 点不起外卖要留神多做菜 五个字形容你 丑人多做怪 朱老才能想出来拙劣的文字 你怎么好意思敢说是他曾经的粉丝 杨和苏对你有着足够的仁慈 因为少了你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损失 我就是看不惯喜欢他的人受伤受气 你是完美的权势的传说中的有荡有利 为了长粉丝速歌热度才转成放的屁 就你这破香料也他妈配用翻成这样的臂 我猜你哪天会不会突然就顿悟 唱着在这何地方都不会被困住着 世上最简单的就是完成任务 但最难的就是怎么保持愤怒 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这道题目 录音的证明自己只是不想被欺负 不被理解的坚持也会困扰或迷路 如果没有这份偏执他走不到这一步 不好意思你的diss真的去拉爆 怎么有点回复还让事情去发酵 看过的技巧修着我的flow继续划烧 把你这种的变形而一句杀掉 还没来的技术上你就被毙掉 爸爸实在心疼你活着的每一秒 你的这种诋毁方式完全没力道 我朋友都说给你热度真的没必要 你的poor flow还需要再多研究 你的烂技术只能够算是献丑 恭喜你也变成了改勾的天狗 淡泼和瘦弱是苏格的曾经 所以他坚持锻炼直到自我更新 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要去好身影 因为老子他们也有着一颗好身心 我来自平民市区从小听多了恶意 我没有那么大格局 因为你就是我的乐趣 把你摁在墙上求着你有你的头发 看我手法你个牛马 对你肆无忌待的抽打 哎呦难道你是嫉妒他现在抢占了饭圈 这个问题我说实话确实想了半天 无脑的综艺跟疯狗你真的快别逗 傻逼才会被爱奇艺的剧本带节奏 BYE BITCH